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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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又是我Mike 今天和大家去Suri 看流发 也有一段时间没和大家看流发 原因很简单 第一件事是 Suri大家都知道 被誉为下一个 大温地区里面 发展最大潜力的City Center Suri City Center 已经有一个SFU的分效 将来也有 UBC的分效进驻 加上很多其他 大公司都会进驻在 这个地区里面 令到它的发展潜力相当优越 所以很多投资者 都增相进入这个地方购买 今次和大家介绍 这个project的名字叫做 Georgetown 2 发展商是我之前一直都非常之喜欢 和大家介绍过很多次的 Anthem Development 有兴趣呢,继续看下去了 Georgetown 被誉为是 Anthem有史以来最大的 Masterpan Community 究竟有多大呢? 14.4个英帽的地 总共有3500个unit 而里面 会有超过126000尺的 Retail Space 零售的一些商铺 整个Community里面 总共有9栋楼 分开8个Faces 8期去建造 而今次和大家介绍 就是第二期 Georgetown 2 Georgetown 2 总共有355个单位 在里面 楼高总共最高 就是去到31楼 每一个Typical Floor 里面大约有12个unit 两枚有3部电梯 即3梯12伙 Georgetown 2 是13738 Central Avenue 大家都知道 这区可以说是 近来里面 叫做重点发展的区域 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由于它是一个 这么大的Masterplan Community 基本上里面 大家自己都可以自给自足 说到交通方面 如果是最近的Skytrain Station 走路5分钟就可以 到Surie Skytrain Station 如果说学校 小学就是Nanashaw Elementary 开车就大约6分钟左右 那Secondary 就会是Gilford Park Secondary 还有另一间 就是Qualun Park Secondary 大约开车就大约5至6分钟左右 我们待会过去那边 Focus讲Tower 2之前 跟大家讲了Rental Component 大家都知道 看我的影片 很多新的Development 因为City要求 是要有Rental Component 去符合他们的需要 这里也不例外 不过Georgetown 2 不会直接有自己的Rental Component 即是这些租客 不是在你们的范围里 他们会在这两个 所谓的Mid Rise 就是Market Rental 不是Non-Market 所以都是用时间去出租 而这个比较近它 就是属于第三期 所以都有一些距离 好了 现在和大家过来 第二栋 这里 一个大的沙盘 给大家看看 它里面的Amenities 超过18,000尺的室内 室外空间 给大家使用 它里面包括有些什么 当然 入到里面 就会有一个Concierge 旁边 就会有5个Retail Space 即是5个商铺 然后 讲到里面 第一层是会有Parsal Room 即是如果订了Amazon 那些东西 就可以放到Parsal Room 也都会有Meeting Room Coworking Space 那里就是它的Gym Area 旁边就是它的Yoga Room 而楼上也都会有 一个很大的Party Lounge 也都会有一些室外空间 大家在外面可以休息一下 后面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回旋柱 旁边也有它的Garage 可以下去Underground 后面也是有一些公园仔的位置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公园仔会说 这一栋楼 建好之后 但是一年左右 这个公园仔才会有的 那跟大家讲讲 预计的成交期 就会是2026年的年头左右落成 那它大约说明年 2023年的年头 就会开始动工 好了 现在和大家看看它的Display Suite 第一个看 这里就会有一个大的单位 两房单位D1 室内空间有782尺 室内空间有121尺 而它是向北的 现在立刻和大家看看 进入到这个位置 我看到都算是宽敞 而它的走廊我不觉得它太窄 旁边就有一个 哇!很大 很深的 很深的一个Wardrop 可以放下衣服 放下鞋 旁边这些东西是它的Hip-Hop 刚才不是跟大家讲的 我们Georgetown 2和Georgetown 1有什么不同 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冷气 Georgetown 1是没有冷气的 但Georgetown 2是有的 如果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大家都在这里 生活过 夏天最热的时候 那一两个月都蛮需要冷气 所以这个会包起来 当然也包在管理费那里 那旁边我进到这里 就不差位的了 直接拿来做它的Kitchen的位置 旁边这里 首先打开这个 是它的一个Pantry的空间 上面也会有些空间可以放置 看到它不是太高 我想普通人都可以开到的 旁边这里是一个雪柜 24寸的雪柜 先跟大家讲一声 几大单位 在Georgetown 2都会是24寸的 用的牌子就会是Fugman Lano 就是意大利牌子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我就问发展商 为什么你大单位都是24寸 不是通常30寸 他就说 因为他们在附近这边居住 相信很多都是一些学生 或者是一些 Yung Executive Yung Couples 加起来附近 亦都有这么多的商铺 或者餐厅 基本上可能比较年轻的一代 可能发展商的看法 就是觉得 他们可能煮食煮得少些 这个大家有什么看法 对于这件事 都欢迎在下底留言和我说 来到这边厨房空间 看到就是它有一个Coke Top 这个Coke Top是用电的 四个炉头 亦都是用Fugman Lano 24寸 大家可能也会觉得 我们华人通常都喜欢明火煮食 和铺器 但是如果假设这间 我们用来出租的话 其实是有好处的 用电第一件事 用多少电呢 是用者自负的 如果你出租给租客 是租客自己给 你的管理费的负担 就没那么重 第二点当然就是 通常用电也会比较干净一点 油烟没有弹得那么厉害 也都比较容易清洁 这些都是用电的好处来的 下面也会有一个Oven 这个是Combined Speed Oven 和Microwave都会一体 而这个牌子就是德国牌子Bosch 还有它这个Counter Top 也是用Quartz 不过它这个的物料 是比较Made面少少的 看到我们的洗手盘 看到我喜欢它 就是这种Made面的黑金 也都比较美观 侧边 这个就是Disk Rusher 用的牌子都是Fugger Milano 是两层的 它现在这个Display Street 就放了一张六人座位的长餐桌在这里 而它放在这里 我也不会觉得迫够的 可想而知 觉得这个空间其实都挺阔落的 它所有的地板 都会是Laminate throughout 这个楼底 就会是8尺六的 少少Drop down 就是譬如说 好像这里的Kitchen 也都会有少少Drop down Drop down到7尺六 即是1尺的Drop down 因为旁边 用来安装一些冷气的喉管 等等 现在我们先看看Living Room 进来Living Room的空间 我也觉得是挺舒服 那我要说回 这个电视柜 是Display Item Only 所以就不包在这家屋里面 那屋呢 会是怎样呢 有一个梳化 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很足够的 在一个两房单位来说 而我们对着这个景 向着有一个向北的景色 那我对那边可以看到Burnaby 再远一点可以看到温哥华的景色 非常之美 旁边就是对着我们的一个Phasier River 现在和大家看看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进来都觉得不小的 放了一张Queen Size床在这里 旁边放两个Night Stand 那当然啦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都不包的 Display Item Only 去到旁边这边 那就是我们的Closet 那我见到Closet 这些也是不包的 那它应该是用回 最普通白色那一只的Closet 那还有呢 相信呢 是会有一个门在里的 一个Closet门在里的 那你见到它呢 都算是深 大约超过两尺左右 那上面呢 亦都是会有冷暖气 冷暖气出风位就在上面的了 看一看它的套似先 那旁边呢 这里呢 是一个的升盘 用回这个Countertop 物料和外面 Kitchen的Countertop 一样 亦都有一个很大的 Medicine Carbon 在这里 足够可以让你放下 自己的日用品 呀 Lotion 等等 旁边这个开不了 这个开不了 下面呢 有两个柜桶 但是呢 就非常之深的 去到它淋浴的空间呢 我见到它做了两块大玻璃在这里 那些都是包裹的 它还做了一块胶在这里 就是防水可以滲出来 做得比较仔细 进来呢 我见到它也都是 有些Posting tile在这里 中间旁边 还有个Nage 给大家摆一下东西 那留意一下呢 很多的五金啊 或者是把手位呢 全部都是做Map面的 黑色的 我觉得呢 都是很统一啦 还有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进来我们客房看看吧 那我自己平心而论 觉得客房它闊度都算不错 不过呢 旁边这里呢 就比较短一点 你放一张Queen size床在这里 旁边基本上要放进来 但是呢 我就挺欣赏呢 它的客房呢 依然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在这里 一块大玻璃在这里 那我们的Living room 和Master Backroom向北 而我们这个的Gas Backroom 是向东的 那刚才出面看 那个Side Plane的时候呢 它是向北 那Gas Backroom是向西的 那所以我看到它这个Display Suite 应该是Flip了过来的 是Mirror的 那当然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 这个弧形这个绩的话 到时候要留意一下 不明白的呢 欢迎可以私信我问 我都可以的 旁边这里呢 它拿来做一个书桌的空间 但是我认为呢 它本身 应该是一个窗户在这里 那现在很多Display Suite呢 它因为想营造到呢 就是在家可以玩一下书啊 work from home 都会这样做 但是 by default 它里面会是窗户 会有一个的 衣柜的门在这里 让你打开的 Gas Backroom 外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在这里 我们叫这些就叫Line & Closet 放下一些毛巾啊 床单啊 等等的 进来这边了 就是我们的客廁空间 那跟那个套廁呢 都很相似的 但是我见到 它旁边这些位置呢 就做了 这些应该不是的 这个应该都是墙子来的 所以这些都不包 这个呢 就是Porsion Top 就包的 那所以这些都是 白色的Dry Wall 来的 第二个Display Suite呢 就是Studio的Display Suite A1 Plan 室内面积399尺 室外空间62-83尺 这个呢 是一个向南的Plan 现在立刻来看看 进来呢 首先我见到 就是它这个走廊 不算得是很窄 我都觉得是可以接受到的 旁边也都空间利用做得很好 做了一个Corset 在这里 摆衣摆鞋 旁边这里呢 就是它的Stackable 洗衣干衣机 用回是Samsung 24吋 它这款是比较新模特点的 那又是比较多些的功能 旁边这里呢 它是做了一些Modem 在这里 这些人不包的 和大家说一声先 那交楼标准呢 都会是白色Dry Wall 那我们看到 刚才跟大家说过 厨房Appliance 基本上 尺寸都是一样 都是24吋 用的牌子都是一样 我们今次看到这个Display Suite 就是用一种浅色的设计 那看回它浅色和深色 其实不是很大差别 因为好像旁边 这些 它的颜色 用回一样的 标烟冰箱 和下面的Cabonets 的颜色一样 如果说深色的 就会是基本上差不多黑色 那这一只呢 就是白色 色除尊便 但是看到它 Kitchen Cabernet 它 深色那一只呢 就是灰色的 比较是 鞋面少少的质地 这一只呢 会比较 软身少少 但是呢 都已经是接近是Modem的了 那看回大家 喜欢哪一种的质地 可能到时候 你来到Display Suite 选择单位的时候呢 再摸摸 仔细摸摸 去选择 究竟用深色还是淺色 很多时候呢 Studio呢 都会有一个Murvee Bad 那这个Murvee Bad 那这个Murvee Bad 那平时大家知道的了 不需要用的时候 可以收起它 就摸上来 那就比较坑位少少 首先它的Size呢 是Queen Size的 那它是包这个Bad Frame 包这个东西 但是就不包呢 它旁边 这个的櫃 这些空间 和上面那个灯都不包的 发展商呢 就是包这个Bad Frame 就不包这个床 那大家呢 就要留意 那还有呢 Studio呢 是会包一个Storage Locker 不过呢 就没有车位的 一房或以上呢 才会有车位的 而那边就是Surrey Central 说回管理费 六毫子一尺 因为呢 它不是用明宝煮食 是用电的 如果说是煮食的话 就是用者自负 BC Hydro 但是管理费包些什么呢 就会包它的设施 管理啊 圆毅啊 铲雪等等 而说到冷暖气 暖气是包的 热水都包的 但是冷气的一部分 就会是通过这个BC Hydro 大家留意一下 来到大家很关注的价钱了 Studio 单位呢 讲10楼至20楼 是30万米起的 如果是21楼至31楼 就大概讲40万头起的 一房单位呢 就会在40万米起 10楼至20楼 而21至31楼 就会是50万头起的 一房加钉呢 10楼至20楼 就会是50万米起 而21楼至31楼呢 就是60万头起 最后两房单位价钱 10楼至20楼呢 就是60万米起 去到高层呢 21至31楼呢 大约是70万头起的 而所有单位 除了studio 都会包一个 EV ready的parking store 就是停车位给你 而所有单位 包括studio 都会给一个 storage locker 给你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和大家呢 在Georgetown 这个presentation center 那里升空 看看附近的景色 现在看到的 就是示范单位 将来呢 就是第八期才会完成的 最后一期才完成 由现在开始看呢 就会是向南的景色 望到去呢 就是Georgetown 1 第一栋大楼的景色 接着韓柏基呢 现在就plan过去 向北的景色 看到Facial River 现在慢慢向东呢 和大家看一看 这个里面 就是向山的景色 现在看到呢 就是King George 一带呢 新一点一点的 一些大楼来的了 沿着Serry Central 这个轻铁路轨 附近也都有City Center 跟着SFU等等 附近也都很多高楼大厦 将会建设的 好了 今次和大家介绍Georgetown 2 By Anthem 介绍到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 喜不喜欢这个楼盘 有没有兴趣 过来跟我实地 看看这个示范单位呢 而我自己个人认为 和大家分享 我为什么今次 比较喜欢这个project 的几大因素 第一样东西 当然是location 在Serry Central 这个location 大家都知道 他将来会有很多的发展潜力 UBC SFU分校 亦都有很多的大公司进驻 令到他将会是 可以说叫大温区里面 第二个City Center 第二点 当然是发展商 Anthem 非常之受本地人欢迎 我自己都好喜欢的 因为他们呢 出名就是以Quality去著名 而第三点我自己追加 就是他的价钱都相当不错的 在这个project里面 30万美起就可以入场了 当然就是买Studio单位 但当然如果大家喜欢 一房一房加钉 两房都欢迎跟我查询 至于说到什么优惠 Anthem会史无前例 去做一个program 那个名字 简称AMP 亦都叫One Price Program 而这个One Price Program 不仅是George Town 接着下来 它会在Qualim那边有SOCO 然后在Brandwood那边 有一个叫South Yard 这三个project 就会变成一个叫One Price Program 而这个program里面 优惠会有很多 不能进录 我只是列举两样给大家听 第一就是它包括 限时优惠的1%的credit 而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就是比如说假设 你当一个弧形非常之喜欢 但是在想十楼好 还是二十楼 平时都是说 每一层楼会加多少千 多少千 但是这个program 在一个限时里面 十楼至二十楼 都是同一个价钱的 如果比起你的话 同一个价钱 你当然想买越高越好 如果你想买越高越好 是不是个个都想买越高越好 那是不是先到先得 越快越好 所以这样 尽快去思讯我 我可以给大家更清楚 怎样可以得到这些优惠 那我们今次和大家说的 差不多了 记得喜欢我们的频道 内容 like the video subscribe channel hit my小铃铛 有什么问题 留言 欢迎留言 或者whatsapp rechat 我都可以加上 Facebook page 所有资讯你第一时间收到 和分享给你有需要看的 家人或者朋友看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啊 你 是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